自信心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重要,从小帮助孩子树立的自信心,成就孩子的未来,下面总结了28个方法,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家长们。 一,认真对待孩子的要求,当孩子在客厅站着满怀期望地提出,妈妈,我要喝牛奶,你在厨房做饭一时不能满足他,告诉他具体时间,妈妈把米饭盛上,就去给你了,好吗? 经常忽视宝宝的需要,会让他因不被重视而失去信心,二给孩子自己做选择的机会,周末带孩子出游,征求他的意见。 但不要问,你想去哪里,而是这样的,你想去动物园还是博物馆,给他选择的范围,让他自己做出选择,会寸天对自己的信心。 三,不要嘲笑孩子,孩子刚学书话,你叫他大西瓜,他却说大西抓,不要嘲笑他,也不要当时刻意强调,换个时间再叫他,在孩子语言学习期。 一,你的嘲笑会使他丧失学语言的信心和兴趣。 四,认真对待孩子的提问,孩子提出问题,你要耐心清晴,如果你回答不了,老实告诉他,千万不要假装知道,让他知道任何人都有做不到的事情,打消他对别人的敬畏心理,从而增加自信。 五,让孩子感觉自己被需要,用商量的口气,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,比如把报纸拿给妈妈。 好,妈,让孩子知道被人需要,是提高他自信心的最好方法。 六,在家中陈列孩子的作品。 让孩子在家中最醒目的墙面上,张贴他的涂鸦之作,在柜子上为孩子做个陈列架,陈列他的小制作,荣誉感最能激发孩子的自信心。 七,给孩子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。 给孩子一个房间,没有条件的,可以给他房间的一部分,让他有一个自由玩耍,不受束缚的小天地,因为拥有自己的领地,得他心中充满骄傲感,就会让他平添自信。 八,妈妈的宽容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,不要总是因为孩子房间里或者桌面上很乱而责备孩子,而是叫他自己收拾散落的玩具,并且跟他一起做。 八,妈妈的宽容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,九,不要当孩子和其他孩子比,不对孩子说,妹妹已经会数数了,你还不会,你可真笨,哪怕他真的比别的孩子差,总是拿比他强的孩子和他比较,最能挫败孩子的自信。 神,让孩子偶尔当当家,带孩子去超市,把代付款交到他手里,让他交给收银员,他还不会算账,但至少让他知道钱能买东西,逐渐让孩子自己掌握零用钱,让他当家,会增加他生活的自信心。 十一,让孩子选择自己的衣服,给孩子购买衣物,让孩子自己挑选颜色和款式,也许他选的颜色拟并,不喜欢,但不要否定他的眼光,孩子的意见被尊重是他自信的开始。 十二,和孩子平等相处和交流,和孩子一起看他喜欢的动画片,和他讨论喜欢的人物和台词,对他的观点表示感兴趣,平等的相处和交流,是给他自信的阶梯。 十三,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是,让孩子独立清洗自己的小袜子,小手帕,哪怕洗不干净,孩子的自信来自于每个小时中你对他的认可。 十四,鼓励孩子表演特长,当孩子表演背诗,讲故事和唱歌的时候,给他打拍子,表示银鹤,锻炼他敢于从容灯牌表演,就是锻炼他的自信心。 十五,让孩子多和同龄人玩耍,让孩子接近陌生小朋友,积极鼓励他与各种年龄的人自由交往,培养他的社交能力,其实,就是在培养他的自信心。 十六,帮助孩子制定计划,并提醒他执行,比如帮孩子制定练习计划,制定计划学和他协商时间,执行时提醒他宝宝,我们现在该练习了,对吧? 十七,让他养成爱计划做事情的习惯,做事胸有成竹,做人才能充满自信。 十七,不要制止他探索他感兴趣的东西,孩子玩可乐瓶,鞋和等各种废弃物,不要武断制止他,孩子喜欢探索他感兴趣的东西,你制止他的兴趣,也就挫伤了他探索的信心。 十八,帮助孩子发挥个性中积极的方面,帮助孩子发挥个性中积极的方面,让他成为有个性的人。 孩子是急性,死,就锻炼他做事的速度,是慢性质,就锻炼他的调理性,强迫他改变秉性,会让你对他失去信心,更让他失去自信。 十九,叫他从小认可自己的长相,比如告诉他虽然他不是大眼睛,但假眼睛只要有神就很好看,很多不自信往往源于对自己相貌的不认可。 二十,尽量让孩子在生活中脱离依赖,上幼儿园要准时,争取烂闹钟叫醒,讨而不是妈妈一遍遍呼唤,生活能自理的孩子才能在没有依靠的处境中充满自信。 二十一,让孩子从小见多识广,带孩子旅游时多给他讲述所遇到的动物、植物、地理、典故等各种知识,见多识广才能自信倍增。 二十二,当孩子遭遇挫折时,帮他分析。 孩子遭遇挫折,用分析这次经历,下次就不会有同样的错误,重新鼓起他的自信心,尤其重要。 二十三,玩游戏时遇到困难,鼓励孩子自己解决。 孩子在拼七桥板时遇到困难,要鼓励孩子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,实在想不出办法时。 你可以侧面指点,镇上困难可以让他自信倍增。 二十四,当孩子有进步的时候,要具体表扬,和孩子相处时,经常寻找值得赞许的具体理由。 用赞许的语言鼓励他,但不要空洞地表扬孩子,可以说宝宝知道自己小变了,有进步吗? 不要说,宝宝你真聪明,妈妈好喜欢你,具体的称赞给他自信,空洞的表扬会让他自大。 二十五,重视自己对孩子的承诺,本来并不想带他去麦当劳,却随口答应他去,承诺冷却不去实现。 你的视信让他失去自信,也失去对你的信任。 二十六,支持孩子的梦想,向孩子提供书籍和材料,支持他干自己梦想做的事,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才干和能力,他才会更有自信。 二十七,不用辱骂来惩罚孩子的过错,辱骂不仅打击孩子的自信,还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。 二十八,父母努力做受人尊敬的人,父母在社会中受人尊重,能大大增长孩子的自信心。 父母应遵循合理的行为标准,努力做个受人尊敬的人。 关注看报社数学思维,专注孩子思维训练和数学陪优,获取更多更全的精品资源思维训练方法,赶快为孩子收藏起来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